用棍子製造水面波動 黑暗中淡淡藍色螢光 正直 藍眼淚忘記 幸大批遊客登島馬祖 但這樣拍已經不稀奇 身穿比基尼泡在海水中 海水從頭零下再捕捉瞬間 宛如身穿絕美藍眼淚衣服 或是泡在水中 碰在手中 宛如在演電影阿凡達 但拍出夢幻眉招背後 恐怕暗藏 健康危機 那這個藻類 當然它本身可能有毒無毒 但是它對我們的皮膚來講 是有可能會造成 所謂的這種接觸性的皮膚炎 就像這樣皮膚紅紅一塊一塊 甚至眼睛發紅腫脹 尤其民眾下水拍藍眼淚 傷害後又沒注意清潔 皮疹常會呈現泳衣圖案 女生長在乳房下緣 男生則在泳庫周邊 接觸到數分鐘 到數小時內就會發作 那比較危險的 當然就是口鼻部分的這個腫脹 如果比較厲害的話 那這時候可能就會有一些 例如說呼吸不順 到夏天水上活動相關的這些 求診的病患的確也會增加 夏天到了風完水 類似接觸性皮膚炎 患者暴增 除了向藍眼淚引起的海藻皮膚炎 接觸水母的水母皮膚炎 或微生物引起的勇者喪養症也很多 但專家更擔心民眾下水 會誤食為生物 接觸的水 它是屬於這種不流動的水 或者是在這個水庫 或者是湖水裡面的話 那很有可能就會含有微囊藻 這一類的這種藻類 那它所釋放出來的微囊藻毒素 就很有可能對身體造成一些危害 但真的很想下水觸碰藍眼淚 也不是不行 但醫師建議上岸後 用水加肥皂仔細清洗 換掉所有衣物和游泳裝備 別為美照犧牲皮膚得不償失 新新聞連續的女者差不多 立即下載晉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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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